未来的空战或许不再是F35对决歼20 而是由机器人对决人类 胜负将会被瞬间决定 因为人类会恐惧但机器不会 它只会计算执行然后开始裂杀 这就是YFQ44A烈火 一架由安杜利尔公司打造的没有弱点的战斗机 它能承受足以让飞行员当场昏厥的9G过载 更让美国空军颠覆百年传统 收予了它战斗机的番号编号F 那么问题来了 当机器替代飞行员 在天空中上演黄牌空战士 人类制定的那些天空法则还有意义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得先把目光从科幻拉回到现实 那就是美国空军为什么需要无人战斗机 答案其实也简单 那就是相比当初的二战 以及堪称现代战争范本的海湾战争来讲 如今的空战为了胜利所要付出的代价 已经变得越来越昂贵了 尤其是美国空军看向自家的F35战斗机 那更是捂着脸之腰头 虽说F35战机毫无疑问是当今最顶级的空中猎手 但它就像是雅典娜的黄金圣斗士 强大昂贵关键时刻还脆 当然这里的脆指的不是F35的性能 而是它的成本 对于美军来说 每一架F35都是一个需要天文数字来维护的吞金巨手 而它出动的每一次损失 都是对美国如今雷若财政的一次重撤 这就导致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美国空军的机队规模如今正在不断萎缩 这就好比在一场排局中 你手中最强的手牌只有寥寥数仗 你根本不敢轻易出手 以至于眼睁睁看着对手 做大做强再闯辉煌 而当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 在无数次模拟中复盘了这个窘境 得出的结果 基本上都让美军高层称呼结舌 在多次组织的模拟太平洋冲突中 美军指挥的少数几家精致的F35编队 在面对由大量三代级 四代级 和无穷无尽的导弹组成的宝盒式攻击时 即便能取得战术胜利 其自身战损也高到无法接受 哪怕是最终赢得了胜利 但结果也是惨胜 面对一场打赢了战斗 却输掉了整场战争的胜利 那白宫的老爷们可就坐不住了 而美军提出的所谓CCA计划 就是为了打破这个死局而生的 这个计划的全称正是协同作战飞机 它的目标不是要再造一个更强的F35战斗机 而是要为F35战机配备一支汉不畏死的禁卫军 这支禁卫军就是那些成本相对低点的无人料机 他们被设计用来执行所有高风险任务 去当诱饵 去吸引火力 去用自己的牺牲 消耗掉对手最昂贵的空空导弹 而美军的最终目的 就是用一种非对称的成本交换 让被保护的F35 能够毫发无伤地对敌人发出致命一击 这就是CCA计划的本质 一场用数量对冲质量 用机器的可消耗 换取人类飞行员零伤亡的未来空战计划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YFQ44A烈火无人机 正是这场设计中由美军挑选出的王牌 那么这名被五角大楼寄予厚望的王牌 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答案首先就藏在它的名字里 美国共军给了它一个颠覆性的官方反号 YFQ44A 按照美军的命名传统 Y代表原型机 Q代表无人机 但最核心的则是中间那个字母F 这个F代表的正是战斗机的含义 这绝不是一个随意的字母 要知道在此之前 美军所有的无人机 无论是掠食者还是全球鹰 都被归类为侦察机或攻击机 但如今烈火的出现 正在打破这个惯例 正如美国空军参谋长 大卫奥尔文上将所言 这不仅是一个代号 更是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正在迈入空战的新篇章 这意味着YFQ44A从设计之初 就被赋予了主动参与 空对空格斗的实战能力 它不是一个如同其他前辈那样的辅助 而是一个真正的空中杀手 不过要理解这架无人机的战斗基因 我们还要将目光看向它的过去 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是 烈火的前身并非什么侦察机或把机 而是一个专门用来扮演 高端假想敌的对抗平台 换句话说 它在诞生之初 就是为了模拟最致命的对手 然后在演习中 击落F2和F35而存在的 安努利尔公司所做的 就是将这个最完美的假想敌 转化为自己最忠实的队友 而这种备战而生的系统 最终赋予了烈火无人机 一向足以藐视物理法则的恐怖能力 那就是久际过载 所谓的久际过载 其实是一种极端的物理状态 它指的是人体承受的惯性力 等于自身重量的9倍 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飞机 进行高速大机动飞行时 例如转弯或拉升机头时产生 这种过载会让飞行员感到 自己被压在9倍于自身重力的力量之下 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飞行员 短暂的昏厥和身体不适 而对于任何一个飞行员来说 持续的9个季的过载 意味着血液被瞬间从大脑抽离 眼前一片漆黑 然后就是意识中断甚至死亡 可以说这就是人类生理上的绝对进取 但对于烈火来说 这不过是它在空中舞蹈时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转弯动作 它可以在能让人类飞行员 陷入昏厥的速度和角度下 从容地锁定攻击然后脱离 这种无人机状态 所赋予它的极端机动性 就是烈火无人机在空战中 最不讲道理的杀手键 有了这种超越人类的机动性 烈火在战场上的核心角色 也变得清晰起来 它将成为F35最新来的 飞行军火库 或者说飞弹卡车 熟悉美军战斗机的军迷都知道 F35为了维持其最核心的隐身能力 要求它必须将所有弹药 都藏在内置弹舱里 但这也导致F35的栽弹量极其有限 一旦需要外挂武器 它的雷达反射面积就会剧增 从一个隐藏的空中刺客 瞬间变成一个全程瞩目的线远包 而YFQ44A的出现 完美解决了F35面临的两难困境 烈火无人机 可以挂载像AM120这样的 先进空空导弹 飞在F35的侧椅 当F35的飞行员通过数据电 在数百公里外发现目标时 它无需亲自冒险 甚至无需打开自己的弹舱 暴露位置 就可以直接命令身边的烈火撩机 发射导弹 进而清除威胁 这种由隐身平台负责索敌 由火力平台负责打击的人机协同作战模式 正是CCE计划想要实现的 未来空战射箱的核心 这样一台性能如此颠覆的无人机 自安出自一家不走寻常路的公司 而缔造YFQ44A烈火无人机传奇的 正是如今在五角大楼名声大造的 国防科技新创 安杜里尔工业 与那些动辄拥有百年历史的 传统军工巨头不同 安杜里尔身上流淌着的是 纯正的硅谷学业 他的创始人帕尔莫拉奇 正是那个开发出Oculus VR眼镜 并将其以20亿美元添价 卖给Facebook的天才少年 这家公司的形式风格 也充满了硅谷式的激进与狂业风格 当所有人都认为军工开发 必须遵循按部就班 稳扎稳打的保守路线时 安杜里尔却为YFQ44A 制定了一个堪称疯狂的开发策略 简单来说 他们试图彻底跳过传统测试中 由人类飞行员在地面站 通过摇杆和油门 进行远程遥控的环节 安杜里尔的终极目标 是让YFQ44A烈火无人机 在他的首次飞行中 就是先从跑道滑行 起飞 执行任务 到最终降落的全流程 一件事半自主飞行 这种创新无异于一场豪赌 要知道 飞行器的首飞风险极高 任何微小的软体错误 都可能导致击毁人亡 而安杜里尔却选择 直面最困难的挑战 优先攻克最核心的 自主飞行难题 虽说勇气可嘉 但不出意外的 肯定是要出点意外 最终这场豪赌 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正是因为这项 极具野心的软件开放 导致烈火的首飞计划 从原定的2025年夏季 推到了10月中旬 不过在安杜里尔看来 这种短暂的延迟 是为了实现 更长远的跳跃式发展 而在这场高风险的 技术攻关背后 还隐藏着一场 更深层次的代理人之战 那就是AI大脑的对决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为YFQ44A 提供核心任务 自主软体的是另一家 同样声名确起的 AI新创公司 护盾人工智能公司 这也标志着 一群来自硅谷的 科技新贵 正在用它们 截然不同的开发理念和技术 向传统的国防工业体系 发起一轮猛烈的挑战 而面对这群硅谷挑战者的 猛烈冲击 传统的国防工业底气 自然也派出了 它们自己的王牌 这就是烈火 在CCA决赛圈中 唯一的对手 那就是由传统军工巨头 通用原子公司打造的 YFQ42A无人机 这是一场 从设计图纸阶段 就注定了会展开的对决 而火力军 也会从四个方面 全面分析两款无人机 都具有什么样特点 第一回合 战斗理念的对决 YFQ44A烈火无人机 正如它的名字 信奉的是传统空战的暴力美学 它的核心优势 来自那幅能够承受 九机过载的强悍机体 这意味着 在近距离的狗斗中 它可以做出匪夷所思的机动 瞬间咬住对手的尾巴 或者摆脱敌方的导弹锁定 它的战术 就是堂堂正正的突入战场 利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机动性 撕裂敌人的防线 它就像是一个空中斗士 而YFQ42A 则完全是另一个流派 它继承了通用原子旗下 复仇者无人机的血统 将隐身渗透的里面 刻在了骨子里 它并不追求极限机动 而是将所有技能点 都夹在了如何让敌人 看不见自己上 更扁平的机身 灵性的机翼 以及最重要的 它具有一个 可以将武器完全收纳的 内置弹仓 它的战术 是在敌人毫无差距的情况下 潜入战区发射致命一击 然后悄然离去 它的作战方式 与传统的隐形战机一样 是一个无声的空中刺客 第二回合 则是武器系统的对决 这场对决 集中体现在两者无人机 截然不同的武器挂载方式上 烈火无人机选择了外挂武器 这种方式的好处 是灵活性和载弹潜力 理论上 它可以根据任务 挂载更多或不同种类的弹药 但它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这是因为外挂的导弹 会极大地增加雷达反射面积 使其在雷达屏幕上 如同黑夜中的火炬一样耀眼 而YFQ-42A则选择了 更为复杂的内置弹舱 它的弹舱可以携带两枚AM120导弹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它最大程度地维持了 自身的隐身外形 使得自身被发现的概率降到最低 但缺点也同样存在 那就是内置弹舱的设计 更复杂成本更高 并且栽弹量通常会受到严格限制 这又引出了一个战术抉择的问题 美国空军究竟是想要一个 能带更多武器 但更容易被发现的武器库 还是想要一个武器不多 但能前行接近敌人的匕首 第三回合是双方的AI大脑的对决 如果说机体是无人机的血肉 那AI自主软件就是他们的大脑 在这场智能化的对决中 更是上演了一场 新晋科技公司 YS传统工业巨头的代理人之战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为烈火提供大脑的是 AI新创公司 护盾人工智能公司 它代表了算法驱动 和快速替代的硅谷科技 而为YFQ-42A提供大脑的 则是美国国防巨头雷神RTX 它代表了美国稳定可靠的 传统军工模式 这场对决的背后 美国空军不仅是在选择一架飞机 更是在选择一种 决定未来AI战争走向的技术路线 第四回合比拼的是项目的进度 毕竟时间紧任务重 对于美国空军来讲 最致命的问题就来自于美时间 安努迪尔为了烈火 选择了充满不确定性的 自主手飞设计 导致了其进度推迟 而通用原子则走了最稳健的一步起 它们采用传统的 由人类远程遥控的方式 进行手飞测试 结果是 根据美国空军官方发布的消息 2025年8月 YFQ-42A已经成功飞上了天空 完成了它的首次飞行测试 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拳 狠狠地打在了安努里尔的计划之上 这也逼得安努里尔工业 放出了将要自主手飞的讯息 毕竟谁也不能确定 烈火无人机 那超越时代的纸面性能优势 能否抵消它在进度落后上 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至此 这场对决的全局已经清晰 美国空军最终的选择 将不仅仅决定一份 数百亿美元的合同归属 更将决定美国空军 在未来几十年间的发展路线 然而 在所有人间目光聚焦于烈火 与YFQ-42A这场双雄之争时 一个新的挑战者已经悄然出现 那就是来自美国航空航天业的 绝对巨头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以及它旗下大名鼎鼎的 丑幼工厂 他们也公布了自己的CCA远行级方案 一个名为杠杆的隐身无人机平台 虽然它的首飞计划又等到2027年 但丑幼工厂这个名字本身 就代表着美国航空史上 最顶尖的黑科技 它的入局也是在向世界宣告 这场定义未来空战的竞赛 还远未到终点 好了 关于YFQ-44A烈火无人机的内容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不知道 你一共看好哪一款 无人战斗机的设计理念 是烈火的极致机动性 还是YFQ-44A的隐身渗透能力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料巨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便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T恤手慢无 赶紧去抢 没关系 但是咱们们员 现在对了 尽量不亏 白了 重力 两杯 걸尽量不亏 去湾